人到中年,總愛回望前塵 故人故物,總令人有不可言喻的白半之味 城寨大時代,阿通與嘉賓主持吳文正 同大家從城寨走到回歸前的香港 引證不同年代的香港生活和歷史文化 感受這段香港情懷 三文兄,講到很多儀式和懷舊的事 有一點要請教你 我記得小時候,家裡的媽媽經常爭取 就是掛著月曆的鐵盤 鐵盤的來源是甚麼?有甚麼意思? 我猜大部份早年家居必備 在牆上會有 包括我媽媽和媽媽一樣爭取 但我猜也不用爭取,其實基本上是贈品 因為以前家裡常常光顧留在雜貨店、藥房 必定到臨過年前 老闆自動自覺 說吳太太,有件事送給你了 其實基本上都預料了 一塊、兩塊、三塊送給你 排在街坊也好,自己留在兩塊 掛在這裡,連著月曆 沒錯,你說起來就記得了 就是那些雜貨店、鐵盤 你經常光顧買油等等 可能年輕一半不知道是甚麼鐵盤 有機會都說說 還有送貨的服務 沒錯,送貨 打開米缸,常滿就倒下去了 有機會再說賭米拍 說回月曆牌 到時雜貨店會送給你 就掛在這裡 其實它的作用來源是甚麼? 其實這件事我相信 反過來說,很久很久之前 其實都是八多年 也不是很久 其實在早年,例如在上海時 19世紀末期 很多外商都將自己的商品 由外國帶到中國這個地方 當年上海作為這麼重要的大城市 和商埠 很多這些外國物件 都要經過這個港口進來 但要打開這個市場,其實不簡單 所以當時中國人的接收能力 或者西方事物,其實都是半信半疑 所以當時商家想想想想辦法 包括如何能將商品 打入中國人的心目中 最好就是看著它 後來外國人就去別人的家裏 即是中國人的家裏 就發現有件很有趣的 原來中國人的家裏很喜歡掛簾畫 例如一些禮儀 或童子送觀音那類的東西 即是吉祥意義的東西 掛在場上吉祥的東西 那是簾畫 他發覺這件事是掛一整年 每天都看著 一來很容易投 二來覺得有件事可以取締了這張簾畫 讓中國人天天看著他來光顧我 帶動消費的心理 後來他們發覺 不如將商品用月份排畫的形式印出來 包括印上商品 下面附帶的月曆 這樣就變成了本身是一個功能 它是一個月曆 又可以看撕日子 不用撕的 不用撕的 是一張過的 一張過的 即是整個大的年曆 沒錯 整年曆印在那裡 但最重要的是那張畫 這張畫怎麼搞呢 通常最早都要入鄉隨俗 他真的要有以前的古典美人 或者亭台流角 山山水水 但這些都是很老派 他發覺可能要有些新的元素加進去 或者有些長頭的東西 例如這些東西 後來有人開始說 不如畫一些美女 美女容易入屋 但當時也有些人抗拒 一覺得女性的畫像擺在那裡是否好 其實又不是 因為他們以前掛了連畫 也有很多這樣的形象出現 加上找了一些很厲害的工藝師 畫師 特意叫做Telemic 為了一個商品特意去做 可能它不是很硬銷 可能商品畫在旁邊 但最重要是一個美女畫得美 什麼都假 其實民國初年都是穿旗袍 你知道當時很多品牌 都開始利用了美女月份排話 作為一種營銷策略方法 就是當時開始 你說得對 外國人的家庭 我沒有怎樣參觀外國人的家庭 從電視上紀錄片都會看到 通常都會掛掛其他東西 可能打獵的東西 或者小時候想家庭和家庭 是中國人特別有特色的 喜歡掛起興的東西 鯉魚、鯨馬等圖 懷舊色彩的 所以它就看準這個商機 就是鐵皮 鐵皮是否因為耐用一些 所有的鐵片畫 其實始終來到香港 其實之前都有 剛才所說的美女月份排話 其實當時在上海和香港兩地都很受歡迎 可能大家都聽過一個很著名的品牌 叫做雙妹麥 港生堂 它是屬於雙妹麥的品牌 是出一些花露水 還有一些很漂亮的化妝品 他們找了畫師 故意把兩個女性畫在一起 變成雙妹麥 雙妹麥 不是雙妹麥 雙妹麥 進入了家 慢慢發覺 能夠對商品的推銷 是非常有成效的 所以慢慢演變 在戰前 其實這份排話 基本上是壟斷了很多市場 在很多地方都會掛 所以其實這個商品推銷 那時候還沒有電視機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是 真是厲害 入到屋將要 會不會是後期 後期才掛手絲的日曆呢 其實這件事在戰前已經有 不是說什麼新鮮事 但當時月份排話是一張 可以捲起來 方便攜帶和贈送 後來去到香港 大概都是戰後五十年代左右 很多月份畫或牌 都是用紙做的 那時候金屬也較為矜貴 很簡單印刷 有些畫都是電話為主 或者一些女士的畫像 但是慢慢去到後期一點 就開始可以用金屬牌 一來比較堪用 二來其實它可以翻用 但通常中國人 比如我媽媽那年 用完這塊牌 下一年就要換了 對 後來大家都知道 以前是畫出來的 後來可以用照片 用照片更加好 還有它可以用真實的人物 例如可以用一些女星 當時是明星 可能當時是兆士 當時是林代 或者一些很出名的女星 很漂亮的 他們都會用他們的影像 超像 做月份畫 是特別吸引人 因為你不吸引 怎會掛在那裡 我也有印象 當年蕭芳芳、陳寶珠 後期一點 後期一點 雨場面時代 男士可能謝賢 通常女士多 女士多 男士較為少一點 當然也有些月份牌 好像圖像上這個 可能是很黑色的 做個壽星公 已經直接貼題 也不用搞那麼多 可能賣壽星公煉奶 也不用做什麼美女 最重要是看到壽星公 還有看到小朋友 因為這個也是當時 他們的目標 希望是家人買給小朋友 小時候喝 覺得可以補充體力 和快高長大 所以這也是一個願景 可以用壽星公 和健康的小朋友 是很正確的 對 以前那些奶粉不是太多 是不是練奶都可以餵嬰兒 真的不太適合 練奶就不太適合 應該不適合 我小時候都喝奶粉大 沒錯 因為人奶就是奶粉 練奶是給她長大的時候 上學沖杯 好像用來吃個餅 這樣倒下去也挺好吃的 甜點仔 你小孩子可以吃甜的也挺開心的 有機會我們說說宜時的食物 另外一幅圖就說這些 也是那些明星 或者畫的旗袍 鵝羅多茲 對 因為很多商店 例如剛才所說的米店 集貨店 樑油集貨店 都會送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商戶 就是藥廠 藥廠的銷售很大 和很多不同的分銷站 他們通常都會引一大堆 給他們的分銷站 再派到藥房 給下面那班顧客 所以你看到圖中的一個 應該是潘高壽的其中一個月份牌 用了林黛作為女星 作為月份牌的主角 你看到這張大概60年代 都印得很漂亮 我覺得看上去真的很吸引 對 真的很吸引 說回之前我們剛才提及過的藥 還有蘋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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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廠 很多都是出賣的 現在這一張就是港生行 最著名是雙妹麥 基本上已經變成招牌 大家可能都忘記了原本的那個叫港生 其實是雙妹麥 我只懂得聽港生行的時候 是甚麼來的 很有趣 一系列懷舊的東西 我經常推薦人去香港歷史博物館 因為我覺得它裏面的東西搜羅了很多舊的東西 沒錯 很適合看的 有時間大家可以抽身親自去看看 特別是下一集我們會說一些家居的東西 我們懷舊的家居 要回家了 多謝大家收聽和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大家 請即訂購支持